旅行博主回家后 段更都在忙些什么 再一次来办房产证 终于OK了 据说我们的去年就可以办了 进入修理模式 好吧 这边工人呢 是终于来帮我弄墙了 感觉还是好危险的 我这边是由于管制破裂了 楼层层降 稍微的就是热管制 这种楼层都有层降的 现在要怎么弄 我把他缓了 修好 天呐 看来好危险啊 就踩了这么一点点 绑的那个笋子也是特别细 我都替他担心 你只要踩在里面对吧 天呐 如果是孔高的话 在车上面我觉得 一定会摄摄八等的 这一篇墙啊 每一次看到他心里都会骑鸡皮疙瘩 那外面的管道终于修好了 我也可以把它彻底清理了 一片两片 背着还挺解压的 来 像浅上这种霉菌 总感觉它随时会散发出毒物 危害我的身体 必须要马上给弄掉它 总算是可以完成小心愿了 我今天终于拿到了房产证 六年时间了 终于拿到了 好了我两三天 好吧 搞定 接下来就是走青串七了 带着贝贝回去见了外婆 又带着外婆回了乡下 去和亲戚们聊聊天 闹闹家常 随后呢 也给外婆添加了一些物品 希望她这个寒冬不再寒冷 也希望明年夏天的时候 能看到外婆丢掉这些 完成独立行走吧 忙完家事总算可以忙自己的事了 牙痛了两天了 今天终于来把它解决了 洗了个牙 里面好多牙结实 给它清理了一下 我现在是带贝贝回来打预防针 你看 这激动的 然后这里看到了 几只好可爱的小狗啊 太可爱了 那常见这外呢 回家过后就是这样 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要一步一步的完成 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 那这两天呢 就是先把我这路上的相册全部给它整理出来 看一下 这两天除了研究先机电脑以外呢 花我时间最多的 就是这个相册了 以前过往的每一年都会给它整理一下 路上是八九月 两个月时间没有整理 所以就非常多 这是发布过的视频 然后照片 都会给它分文别类开来 每一个都全部会给它分开 所以花费的时间比较长 那经过一周的折腾呢 家里面的琐事终于是快要告一段落 在这一周里面带着贝贝到处跑 我发现我该换车了 因为车里面空间确实会太小 不能给贝贝一个舒适的环境 所以我打算把我的车卖掉 第一步一定是要先把车卖掉 那下一期视频呢巧克力会拍摄一下我的车 整体 如果有意向的朋友可以跟我联系 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拜拜